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题为是时候打破中国对海洋的控制 文章称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海洋强国 数亿千计的商船在海上航行 庞大的造船业有能力生产更多船舶 并且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主导地位 在冲突中可能会迫使美国就范 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和东亚的产品和资源 而航运网络越来越受中国的控制 包括香港在内 中国拥有的商船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希腊的两倍 中国制造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大型商船 它还生产了世界上96%的干货集装箱 此外中国实体还获得一些全球海运码头和基础设施的所有权股份 文章引述美国国会一家咨询机构发出的警告称 北京可以利用航运数据来跟踪货物流动 以获得商业或战略优势 另一方面 文章对美国造船业现状表示担忧 截至2018年的十年间 美国造船商平均每年交付约16艘船 主要供海军或海岸警卫队使用 到2021年底 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不到200艘 相较而言 截至2021年底 中国造船厂拥有1529艘大型商船的订单 悬挂中国国旗的商船则超过5000艘 文章提议效仿此前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 出台美国船舶法案 制定明确的国家海事战略 引导投资发展造船工业基础 并提供财政和其他支持 以帮助美国造船商和航运公司 在国际市场上收复失定 根据哈德逊研究所官网的信息 麦克尔罗伯茨的研究重点是 在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 影响美国商业海运的政策问题 此前他就对中国造船业发表过类似观点 称美国大型商船的生产明显落后于中国 每年订单不到10艘 并称商船可以在台海冲突中 发挥重要的后勤补给作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副主任杨达钦 13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自始至终都是秉持和平与互利发展的目的 推进海洋开发 美国主流媒体有这样的声音 是美国长期以来实战而肥 战争经济下的惯性思维 只有这样的思维才会把海运产业竞争战争化 把商船资源武器化 这也是西方国家自大航海时代 以尖船力炮掠食全球资源 形成的霸权海洋文化的投射 杨达钦进一步表示 海运承担全球贸易90%以上的货运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自然带动中国航运和造船业的发展 这是市场需求使然 即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大国 也没有把产业战争化 把商业资源武器化 中国在全球航运市场的角色 不只是生态平衡者 更是秩序的维护者